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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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的幸福 連結團拉到我 連結團拉到我 剪刀石頭的布 大家好 我是牛奶哥哥 大家好 我是泡布姊姊 還有珍珍老師 大家好 我是珍珍老師 還有兩個小朋友 薇蓉 哈囉 還有可愛的浩浩 哈囉 哇 今天我們要做好吃的料理喔 而且是異國料理耶 快來看看囉 哇 是義大利麵耶 做義大利麵需要什麼材料呢 今天的材料有 各色卡紙 黏土 紙盤 牙籤 彩色膠帶 黏土工具 亮粉 玻璃彩繪顏料 還有白膠 哇 看了我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請珍珍老師 來介紹一下今天的作品 好 這是我們今天呢 要做的義大利麵 首先要來先搓麵條喔 好 那電視機前的小朋友呢 可以先選你喜歡顏色的麵條喔 像牛奶哥哥呢 今天選的是淺綠色 非常的健康 那我要選黃色的 好 你們在拿黏土的時候呢 珍珍老師要提醒你們喔 我們的麵條啊 如果要搓得比較細的話 黏土的份量一次不要拿很多 如果你一次拿很多 你的麵條就搓不細 可能會變成烏龍麵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義大利麵 所以我們要搓細一點好不好 好 好 那先看珍珍老師這邊喔 一次我們拿一點份量 在手上先搓圓整理一下圖 好 接下來就是重點了 我們要用我們的手掌去搓麵條 像小朋友 像浩浩 她剛剛是不是用手指頭去搓麵條 這樣你的麵條就會有波浪 就不美麗喔 好不好 用你的手掌慢慢的去搓 搓的時候還要注意一件事 你不能一直集中在一個地方搓搓搓 會發生什麼事 有的地方很細 而且有可能會斷掉 所以你要均勻的 平均的照顧到它們 前面搓一搓 中間搓一搓 後面搓一搓 它是不是就越來越長 搓好之後要放在盤子上 還要注意一件事耶 來 我們放在盤子上的時候 小朋友 你們吃麵的時候 麵端上來的時候 它會一條一條排好上來嗎 圈圈然後變成一座山 變一座山 好棒喔 你端朝得好仔細 沒有錯 就是這樣 所以你放上去的時候 請不要就讓它躺平躺在上面 我們可以稍微繞一下 讓它是不規則形狀的 然後慢慢堆慢慢堆把它堆成 像這樣子一座小山一樣的麵面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做我們的麵條 好 真的是要邊搓就要趕快擺上去 不然你的麵條就會硬掉了 對 硬掉就不好吃了 沒錯 對啊 老師 像我們這樣子差不多 都已經把麵排好了 對 那好像有缺什麼東西的感覺 有 如果這一盤麵就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 不是 好像還可以再美味一點 對啊 這樣好像沒有很好吃 都沒有味道 顏色上感覺沒有很豐富對不對 那我們來幫它加一點豌豆 綠色的小豌豆好不好 好啊 我們要點綴一些顏色 讓它看起來色香味俱全好不好 好 豌豆很簡單 小的圓你可以用手指頭去搓 豌豆放上去的時候 可以盡量平均的放 我們不要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 我們要讓它平均一點 看起來更漂亮 好 可以開始做了 那像牛奶哥哥呢 選擇是綠色的麵 於是我就搭配黃色的黏土 然後做成玉米 覺得可以再更豐富一點 還要再加料喔 對 所以我再加一點黃蘿蔔 比較小的小朋友呢 我們可以讓它搓成圓形 因為這對他們來講會比較容易一點 排上去就可以 那如果比較大一點的小朋友呢 我們也可以讓它切丁 一樣 切丁 對 我們可以先搓圓 用你的手指頭 你可以用這兩根手指頭交錯 其實方法有很多 看小朋友哪一個方式 對它來講 操作起來最簡單 那這樣子 捏了之後 它是不是就變成一個方塊了 對 這樣就很像我們一般吃到的那個 三色蔬菜對不對 沒有錯 就是這樣子 好 現在呢 正正老師呢 要用一樣像剛剛搓麵條的方法呢 教大家做一個 四季豆 好可愛喔 好像喔 很像嗎 好 很簡單 用你的手指頭去搓它 它是不是中間就會有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是一個 四季豆了 對啊 而且裡面好像真的有 豆子一樣耶 有 我剛剛還藏在裡面 我們的那個紅蘿蔔呢 它有一個升級版 升級版的紅蘿蔔 對 升級版的小紅蘿蔔 有沒有看過 迷你的紅蘿蔔 是沒有切過的 對 整條的 一樣 拿一份黏土出來 然後 V字形又來了 記得嗎 記得 下面的手合起來 上面的手張開 搓幾下 它是不是就變成水滴形 用黏土工具 輕輕地畫出 紅蘿蔔的細紋 對 紅蘿蔔的細紋 好 再拿一點黏土 來做它上面的小梗梗 搓圓之後稍微 讓它有一點長形 靠在一起 這樣就是一個 好像蘿蔔 超秘密蘿蔔出現了 好像喔 那大家呢 還在做的過程之中呢 真正老師已經完成了 我的一大理念 哇 老師看來的很好吃 對 是不是像一座小山一樣 看起來非常的飽滿 那接下來呢 鍋上面呢 我們要來插一根可愛的小棋子 老師 棋子該不會也要自己做吧 對啊 就是自己做啊 很簡單 我們可以準備像這種呢 上面有可愛圖案的小膠袋 把它撕開來 然後呢 我們把牙籤放在上面 對摺過來 就完成一面小棋子了 把它剪掉 好 然後我們在牙籤的尾端 沾一點白膠 好 把它插進去 就完成了 老師 耶 真正老師的義大利麵 可以上菜了 耶 難道你們以為 這樣子就結束了嗎 剛剛不是還有嗎 還有嗎 當然囉 我的義大利麵呢 我要幫它撒一點香料 我們可以拿一點 這個是亮粉 然後呢把它撒在上面 哇 層次會更多喔 真的好像大廚師喔 真的喔 真的嗎 真的喔 真的喔 好像我吃的 真的喔 很像你吃的 好 撒完亮粉之後 難道這樣就結束了嗎 還有 還有嗎 起司粉嗎 義大利麵要加起司粉 我們要加一點醬汁 醬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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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玻璃彩繪的顏料 我們可以把它擠一點 醬汁上去 是不是很美味 好看喔 我們看起來很好吃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色香味俱全 真的耶 珍珍老師的義大利麵已經完成了 我們換小朋友 好 所以呢 電視機前的小朋友 如果你們家沒有可愛交代的話 可以像牛奶哥哥像這樣子喔 把它只剪成兩半 然後把它折起來 把牙籤放在中間 然後把它黏起來 這樣就會變成小旗子囉 我在上面呢 用黏土做了兩顆眼睛 我看我看我看 有沒有 這樣子我的小旗子就很特別 不要用太鹹喔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作品喔 好 首先是牛奶哥哥的 我今天做的是 青醬海鮮蔬菜麵 牛奶哥哥這看起來好像游泳圈 不是蝦子啦 好 我們看一下妳的 那換我 我的是 非常養生又健康的石井麵 哇 有很多蔬菜喔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好的 好好的好大盤喔 浩浩妳這是什麼麵 蒜頭蘿菜麵 那看一下威榮的好了 威榮妳的是什麼麵 紅蘿蔔麵 喔 妳的是紅蘿蔔麵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有好多好多紅蘿蔔 借大家看一下妳有多少紅蘿蔔 哇 好多顆喔 顧眼睛 對啊 感覺很健康喔 那吃完煮菜之後呢 就是要吃好吃的甜點囉 還有甜點 預備 來 看珍珍老師這邊 這個是什麼 哇 是蛋糕嗎 泡芙 是蛋糕喔 它明明就不是泡芙 它是荔枝蛋糕 好 我們只要運用 剛剛搓麵條的方法 把它搓成細細的 一樣這樣子把它繞上去呢 就可以變成一個荔枝蛋糕 對 今天吃的東西好豐富喔 對 只要學會做義大利麵 也可以變成做甜點耶 對啊 好 那我們趕快來上菜 好 好 我們一起說喔 好 預備 起 好 那我們謝謝珍珍老師 謝謝大家 還有謝謝兩個可愛的小朋友 耶 下次還有更精采的節目 一定要記得收看 健大師的布 拜拜 小朋友還記得怎麼做嗎 先搓出長長的麵條 接著用綠色的黏土 放在手掌心下 搓成一顆一顆圓形的小豆豆 放在麵上面 再用手指頭搓出四季豆 用V字形搓出小紅蘿蔔 輕輕地畫上紋路 沾點白膠 沾點白膠 插個小旗子 最後灑上亮粉 還有壓克力醬汁 就完成今天的義大利麵 是不是很有趣呢 下一次要做的是 太陽花跟小廚具喔